藏族女孩子会不会嫁到外地 或者能不能藏汉联姻之类的 其实我们藏族人的话 对这个我们的汉藏联姻 现在的话已经保持着一个开放的状态 毕竟我们的一个文城公主和宋战干部 也是汉族联姻对不对 可能就是我们的长辈 会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 然后生活习惯不一样 所以可能会遭到反对 但是如果想上门的话 我觉得几率还是挺大的 毕竟家里的牛羊是需要有人放的是不是 很多人问我 娶藏族姑娘需不需要彩礼 这个问得非常的多 我们就没有这个说法 反倒我们会给一些彩礼 现在的话就是年轻 两个年轻人就是相爱的两个年 他们都不愿意去另一个家 就是过去 反倒会愿意就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 出去过新一个家 所以我们的父母他们的话 会为就是这一个新的家 会想尽办法的帮助他们 所以女方的话可能会准备一些珊瑚呀 天柱啊 车子之类的 男方可能会准备一些虫草啊 或者房子呀之类的 所以相对差不多 没有说男方要准备车房子之类的 就是两方都要准备一些 差不多的那种 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 我们一定要准备车子 那么我们以前的一个 葬式的一个婚礼的话 迎接新娘都是用马带步去迎接新娘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了 所以汽车带为马 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婚礼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夹克图工具 几乎大家也能看得到 外地人也是这样 我们婚礼的时候几乎有很多车子这样排 可能你们那边是宝马奔驰之类的 但是这边的都是霸道 就是普拉多嘛 几乎藏族婚礼的话 就没有其他车都是霸道 然后拉姆村的话被称为霸道村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相对比较富裕的几乎都有一两辆都是我们的一个霸道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人 把我们所有的车里把霸道看成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也是一个富裕的象征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哪家有霸道 他们家可能会比较有钱 平时在家的话就是会挖虫草啊 挖贝母啊 还有这个我们的松茸啊 这些卖完了以后 有的钱就是花不出去 因为在牧区没有小卖部 没有什么花的地方 所以他们更愿意买一些车子呀 然后首饰啊 然后把我们的房子弄得非常的好看 去一些旅游之类的 也愿意就是把很多钱花在我们子女结婚的时候 没有特别富裕的一家的话 也不会去逼着要几十万的彩礼之类的 因为都是相互的是吧 如果比较富裕的一家的话 女孩子上千头 牦牛嫁妆也是看得见 这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那边如果结婚的话 男方或者女方是需要多少彩礼呢 告诉我吧 我在评论区等你们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tagram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